因為氣象署也發布了低溫特報 在海拔高度超過八百一千公尺的高山 都有機會降雪 像是這個大屯山的駐航台七星山 其實已經好幾年都看不到這種下雪的美景 所以這一次有很多追雪族都非常的期待 那因為針對這樣子的交通狀況 在台北市交通局也針對了養德大道 祭出了下雪時的交通管制 想要訪楊雲山看得更清楚 可以從二子平步到持續往上走 不過這裡其實車子無法通行 但是只要靠人走路四十五分鐘 就可以抵達大屯山的駐航台 回顧二零一六年的陽明山 當時遇上霸王級寒流 二子平步到白雪紛飛 厚厚一層積雪讓整座山彷彿撒上糖霜 而睽違將近八年 陽明山有望重現銀白世界 氣象署發布寒流來襲低溫特報 海拔高度超過一千公尺的高山 有機會降雪 下雪也要來 明天要來看雪 明天會下雪 我也是跟我們來 我明天也跟我們來 因為我來這裡 像華都的零都喔 遊客滿心期待 但一旦下雪 交通也是大問題 台北市交通局針對養德大道 要實施階段性管制 第一階段管制點就在二子坪駐航站 如果雪線下修 小油坑冷水坑也會管制通行 文化大學周遭也不排除實施第三階段管制 車輛如果沒有加掛雪鏈就會被勸離 全台追雪族引頸期盼 老早就定位 就等陽明山降下 矮矮白雪 記者綜合報導